Hello 大家好 不是DO 不是DO 是VIO 今天就是因為是今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所以話題就是畢業的成員 而今天的成員就是 Hashimoto Nanami 因為其實他的篇幅都很大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 首先我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人物背景 其實我在一邊飯的時候 和看回招手茶的時候 都覺得其實他的出身是不太好 但是他不會放棄自己而一直這樣令自己進步 去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他家的家境其實不太好 都比較貧窮 會嘗試停水和停煤氣的程度 雖然他家是很窮 但他的父母也很著重小朋友的學業 所以從小到大他父母也培養他和他弟弟去專注學業 Hashimoto 讀書成績也非常好 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曾經是考上過全國第一這個名字 所以有很多飯都會稱他為財女 而他弟弟是一個導演 但其實他也是非常懂得書的 有傳他是在北海道讀醫科的 那我們也說一下他讀書的背景 其實他也是在北海道完成了小學 初中和高中的 在小學和初中的時候 他是打籃球的 而高中的時候就變成籃球的manager 大家可以FF都像動漫一樣 有個美女拿著一本寶 就是Hashimoto 做的事 在南球部的經理人畢業之後 他就去了不同地方打工 居屋或燒肉店等等 為了賺錢去東京讀大學 在高中畢業之後 他就上京去東京讀美術大學 而那間大學就叫做武藏野美術大學 主要是讀空間設計 室內設計那些 他知道家人負擔已經很大 所以不想家人去負擔他的學費和生活費 所以他的生活費是靠自己的打工找回來 而學費全部都是由獎學金去給的 在東京的生活開支是比北海道高 所以其實那段時間他都很辛苦很艱難 而吃飯那方面的話 他是誇張得可以一天只吃一個飯糰 而頭髮那方面 因為他要去剪頭髮的話實在太貴了 而一直都是留長髮 而對自己的長髮很喜歡 在剪頭髮太貴和朋友的說服之下 他就開始成為了這個髮型無特兒 令到他的頭髮越剪越短 所以他加入奶毛版的時候已經是短頭髮了 而在年一的夏天 他在網上看到奶毛版的招選 他就去了參加 之後也很成功地加入了奶毛版 他在紀錄片中笑稱自己是為了一個外景便當 即是說一些飯 去加入奶毛版的 那除了這個是主要原因之外 大家都會推測可能會不會是為了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還有呢 他是一個非常著重自己的家人的女子 所以有很多人都推測 他是為了去改善家人的生活 他都說過 他覺得他弟弟應該都和他要有一個同等的高等教育的機會 所以他也是想去賺錢去養他自己的弟弟給他去讀大學的 他也是有在不同的番組裡面說過他的弟弟 在不同的蛛絲馬跡裡面 網民也是推斷他弟弟是讀醫科的 因為他也有暗中提示過這個大學是要讀錄電 所以有很多的網民也都推測他弟弟是讀 在旭川醫科大學的醫學部的 那也是代表他弟弟也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讀書的人 我們說完他小小的背景 我們就說一下他奶木板的壯舉 那其實他是一個非常之傳奇的人物 他是奶木板傳奇Unit裡面其中一人 余三家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點的話 就可以去到之前的影片 那余三家他們的人氣由成立到現在 都是押納不倒的 而他們的飯群也都很廣闊 除了有男飯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的女飯 因為他們的時尚的感覺而犯上他們 那今天就不說太多余三家的東西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到之前的影片看看 他也是一個不敗福神 他和Maiyan其實是由第一單 去到他們自己的最後一單 都是在福神裡面的 除了第一次的暫定選拔 Nanamin和Matsune沒有進去之外 其他Nanamin和Maiyan都是在福神裡面的 而這個這樣的成就 除了他們兩個孤狼兄弟之外 其實是沒有其他成員達成的 同時也有一個叫做單曲Center 在都市傳說 在當年 其實大家都會有很多猜測 就是在說Formation Center是誰 十一單開始 其實是有一個人 好像是營運來的 他定期會放風 說這個選擇裡面有什麼特別 但他不是直接說出來 好像是一條C 一段C 說出來 有誰在裡面 那時候大家看到十六單 是全Nanamin做Center 而當時一直都在說 為什麼Nanamin一直不做Center 會不會一做Center 就是畢業這樣 就有這個傳聞 當年公視中先發佈了站位 之後再公開歌名 發佈了站位之後 頭一兩個小時 其實大家都很開心 但之後就越想越奇怪 為什麼會突然去Center 第二天 第三天 就突然公開了Single的名字 就叫做Sayonana no Yimi 大家都知道 OH SHIT 收屁了 要這樣的感覺 在過了幾天之後 在一個深夜的電台裡面 Nanamin就說 我就是要在納瓦版裡面畢業了 所以這個也是比較搞笑的 一個實現都市傳說 一個故事 除了Single的Center之外 他也有兩首的Center曲 但都是CW曲來的 第一首就是7單裡面的Yasashi Sato 第二首也是Sayonana no Yimi 裡面的Kotoku na Aosora Yasashi Satoa這首歌 其實裡面所有參加的成員 也是秋元康認為 在冷幕版裡面 比較聲音獨特的成員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少的節錄 他達成的狀況 其實一定不只那麼少 我們就說一下他在村內的發展 第一件事就是電視資源 即是Drama資源 他在2013年的時候 獲得大量的資源投入 不算Sabadole的下村 其實Nanamin是第一批奶木版 成為村外的電視劇 翻組的regular演員的成員 第一套出演的電視劇 就叫Bad Boy J 他和幾位成員 都是這個電視劇裡面的常規演員 除了有Nanamin之外 也有Matsuna 有Sakurai 和Tateyama 他這個電視劇其實是入漫畫改編 主題也是不良少年的一些校型劇 這套劇開播了第二天 亦都公佈了 他有在Sibu裡面的一個corner 也都擔任了一個演員 而那個corner就叫做村柳女子 那時候Nanamin真的非常漂亮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這個村柳女子以村柳的形式 呈現OL工作時的一些日常 亦都非常有趣 他亦都成為了賴幕版的第一位月狗女優 雖然同一年的時候 Ikzhan也嚇串過一集的月狗的劇集 但是Nanamin才是真正成為月狗女優的第一人 因為他在Summer Night裡成為了regular演員 所以大家都會叫他做月狗女優 而這個電視劇也是在CCTV播過的 當時很多飯和很多成員都會叫他月狗女優 月狗女優 那月狗女優是什麼詞語 月狗即是Gizobi 有時候會是木狗 即是星期的意思 金狗 我沒有看Dorama 所以這個數字是否對 我不是很清楚 但月狗一定有 第二個數字就是時間 9就是9點 星期一9點播的電視劇 就會叫月狗 女優就是女優的意思 即是一個黃金時段播出的劇集 所以是一個非常罕有的資源 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資源 除此之外 也是因為無特版 其實他和麥珠在同一個時間裡 公佈成為CAM CAM的專屬無特兒 他們是奶木版裡 第三和第四個專屬無特兒 他也有發行過兩本的寫真集 第一本是Yasashi Toge 第二本是2017年2017 這是一個畢業的寫真集 大家都知道 他在Sayuna Noemi之後 他就畢業了 他對外宣佈他畢業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 家裡的環境變得好 他媽媽也親手寫了一封信 給他就說 不需要再去勉強自己 找到自己想做事 就去做自己的事 大家聽到其實真的很感動 畢業之後就引退了娛樂圈 那就沒有經常在大家面前出現 Daramin也跟很多的飯 或者是對外 他宣佈了 他的弟弟其實是獲得 學校的一個學費扁除 即是說他弟弟也是很讀的書 就是精英級別 所以學校就給了學費的免除他 他也不需要再顧慮他弟弟的學費問題 可能就是這兩個因素的推動之下 他就畢業了 除此之外大家都認為 除了是家裡的原因之外 自己身體的原因也是畢業的很大的因素 其實他的身體是真的很脆弱的 就像我上次《雨三家》的影片說過 其實他是有腰的問題的 也很感謝有位仁兄跟我說過 其實他是舊患來的 所以我就去找這個舊患是怎樣來的 其實他不是入團之後弄傷的 在中學的時候 他就有了這個病 叫做腰椎間盤突出 大家也很常聽到的這個病 大家也都推測 因為他有這個病 他就沒有再打籃球 而在高中的時候 就變成了籃球部的管理 他加入了之後 他也好像當自己的腰痛 不是一件事 經常做拱橋的危險動作 在九單拍這個個人PV的時候 也是弄傷了整個身體 就是拉傷了肌肉 而沒有上到16人的PV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傷患 而在之前 我忘記了 我經常都想找回這條片 但我都找不到 在拍攝這個Birthday Live的時候 應該是第四年的Birthday Live 扭傷了腰之後 他就好像走不動的情況 那麼在這些這麼多重的夾弓之下 他的腰是真的非常之恐怖的 他在後期 是要抹身好像阿婆一樣走路 那大家看到其實真的很心痛 雖然是很不捨 但是我覺得這位成員 畢業是需要的 在紀錄片裡面 他媽媽也說過 他是一個經常出入醫院的一個人 他也都在2014年的時候 因為全身過敏的問題 也都是進了醫院去沒有做到公演 而他經常缺帳木板的一些活動 令到他個人都非常之非常之內疚 他覺得自己這樣呢 是對不起成員 也都令到自己的實力和成員 會漸漸地拉開 那可能就是因為這兩個的原因 他就決定了畢業而離開演藝圈 那他一離開了演藝圈之後 他的去向其實都不是太清楚 但是突然之間出現了在Twitter裡面 他都可以上到熱手 其實他畢業了那麼久 大家都仍是很掛念這個偶像的 也都很希望他十周年的時候 可以露個面 那最後也都可以說一下我最喜歡說的人切 那他的人切是真的非常之豐富的 也都可以驗證到一個假設 就是一個豐富的人切才可以成為了Talk 那我也是很簡單地說一下 那第一個就是文學少女或者台女 那他最經典的那句也是我講過 也都CAP過很多次的那句 跟小朋友說現在我們身處的地方 可能就是地獄都不一定 還有呢 他是另一個也都非常之厲害的 就是一個Quiz的時候 還有一題就是問 空間的相反是什麼 在我這些常人裡面 我覺得空間和時間這兩樣東西 其實是怎樣都拉不起來的 但是也都去不到他相反這個情況 所以我就覺得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都是不同的成員 也都有說過 其實他說話是很有point的 一被Narami讚了 所有成員都會很開心的 因為他是一個Duo M的弟弟 所以他也成為一個Duo S的姐姐 那一次呢 Narami的家人就去了看Narami Narami的家人就去了看Narami Narami就帶了他的弟弟 跟成員見面 應該在後台發生的這件事 Narami就跟他弟弟一起 就被Maiyan和Sauri見到 Narami就跟他們介紹他弟弟 他弟弟就在那裡一直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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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就出現了這個情況 有很多犯人看完這個情況之後呢 也是在握手會裡面的時候呢 無緣無緣無故笑著走進去 然後男人就會說 NANYO NIANYO STERNU NO 都是這個DoS的人切 令到他在握手會裡面 真的都很有人氣 因為很多的Fan都是DoS 也是一個非常努力的努力家 他也不理自己腰痛之下 為了搞笑或者做緊 他都會玩自己的腰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他也在不同的紀錄片或者採訪裡面 有時候拍到他在後台 都會指一個練舞或練歌的情況出現 第四個也是最有趣 也最深刻的人次 就是幸災樂禍的始祖 IKUJAN是因為洗衣粉 的原因令洗衣液 扎了一隻腳 令到腳趾骨折 令到Hachimoto可以笑了一天 之後也是因為他這個人次的關係 公事中也開了一個corner 是專給他笑別人 一些不幸的事件 而這個人次也很完美地 被Asuka去繼承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說的 Hachimoto兩邊的小事件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我找的東西 大家都會未聽過 或者是比較新鮮的東西 我也知道大家如果對這個偶像有興趣 都會去看Wiki 而我自己也有對過Wiki 有什麼是有有什麼是沒有 我看的時候好像是有些東西是沒有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聽得開心 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請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這個channel每個禮拜五天八點 都會update新影片 敬請大家期待 我們下期見 拜拜